第五级的赛事,今天第三场全体准备 扎门打开了,处杂非常整齐了,除了蓝色名唱 现在在前面内侧的位置呢,有好排位的就是胜利新王 在前面呢,第一匹杀出来的是红宗啊,带出半个马身的优势 外侧是龙腾马,月内侧则是焰火 在焰火的身后,外侧的位置黄金城堡,内侧就是胜利新王了 胜利新王的外侧的位置赶上来的是黄毛的史乃德 更外蓝的位置,还有他的旧旅,另外一匹福宝呢 他的旧旅呢,就在身后,落后甚远的 那在后面还有神的礼物啊,内侧的位置呢,则有这个战神 然后是战神的身后呢,就是八号的蓝色名唱了 那远远落后的马匹呢,是侠中侠啊 被马军已经抛离超过七八个马位了 那现在红中,日盐在前面领放的比较轻松 外面是龙腾马月福宝 内侧就有焰火,稳稳地卡一个好位啊 黄金城堡守在他身后外侧的位置 内侧还有胜利新王 在后面战神是落后比较远的 那现在在前面的红中是依然在领放的 不过外侧的位置呢,这个龙腾马月是赶上来了 龙腾马月是第一匹发起挑战的马匹啊 抖走江绳,然后去追这个红中 更内侧身后外侧的位置呢,还有这个焰火啊 现在是加速啊,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啊 神的礼物现在赶上来了 神的礼物很快地超越了里面的两匹马 在前面的是半个马身的优势 推马头而已啊 民物环境怎么追都追不上 跑一个第二 在后面就是龙腾马月以及战神 在后面才有焰火啊 今天走势非常的差的 然后红中三甲不入 在后面呢就包括了 施奈德以及他的旧旅 还有胜利新王 福宝 黄金城宝 在后面就是最后一匹过重点的侠主侠 武班赛事 这个罗锡呢 就上演了 黎毛焕太子 用 一号去吸票 用有所付 去 去骑个一号 让有经验一点的去吸票 然后呢 他的这个神的礼物 就是上一场 就是上一场 那一场的含金量 林家梦游那一场的含金量 促使这匹马 这一场赛事呢 你看最后那几步走的 多凶的 我要的是焰火这样走嘞 结果呢